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伯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学了 P2P八种类型中的两种 今天是三种 一个是布尔类型 一个是整形和电数 这就可能也是标亮的类型中的一个 早说了标亮 就是能经常用到的那些数据类型 对吧 那这点可能属于字符串类型 那么一个我问你一下 都什么样的数据需要用字符串类型来声明呢 字母 字母 文字说明 文字说明 比如说一个文章中的文章的标题是字符串吧 内容 内容 还有文章的摘要 文章的作者 这些呢 都需要使用字符串来声明 对吧 如果是在其他的语言里边 比如说大家有可能接触过西语言 在西语言里边呢是没有字符串类型 这一说了 在西语言里边呢是用什么 字符指针 或者是字符竖子来模拟的字符串 用起来是相当的不灵活 字符串在咱们开发时候 使用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但是呢 像西语言这样的话 处理不灵活的语言里边 那用起来呢就相当的做够 对不对 而像P2P 字符串类型是经常用的 所以呢 P2P呢把它作为了一个数据类型 那用起来就相当方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 一个文档根目录 我们来进入做一下笔记 好 我们来写一个 Test点P2P的程序 看一下 来 把猪式写上 这几个课咱们叫做字符串 对不对 字符串 刚才妹子也说了 一个字符属于字符串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字符A 对吧 一句话也属于 这是一个 戴姆演示 对吧 这两个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字符串 在有一些语言里边 比如西语言和家伙里边 它是将 字符串这种的分成了两种类型 单个字符的 叫做什么 叫做 差类型 就是单个字符 叫做CHR 差类型 而这种多个字符 组成的 叫做字符串 叫做使尊类型 有的语言是分两个的 像家伙就是分两个的 但是PAP里边呢 就像咱们前边介绍过类型一样 符点数和分为 小数分为符点数和double 对不对 但是在PAP里边都看作是一种类型 对不对 都看作符点类型 那么 字符串也是一样的 把单个字符和多个字符组成字符串 都看成一种类型 叫做字符串类型 那我们平时声明字符串怎么声明呢 比如说 我们声明一个整数int的时候 等于10 是不是这么声明就行了 那我声明一个变量字符串 str等于a 这样行吗 这样可以吗 或者我声明str等于 比如说 这是一个double 这样行吗 看上去就是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记住 字符串在声明的时候 需要用一个符号来包含 那就是什么 就是单眼号 什么 或双眼号来处理 也就是这样 单眼号 这话 我们来声明一个 双眼号 那是不是一个字符就要用单眼号 多个字符就要用双眼号 是这样的吗 对 不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学过加万语言 那种咱们说过了 分差和死尽 这两种类型的情况下 那单个字符用单眼号 多个字符用双眼号 听懂吗 但是在p2p里边 不分一个字符 还是多个字符 对不对 一个字符和多字符都叫字符串 那可用单眼号 也可以用双眼号 两个声明的意义是一样的 都是声明字符串 所以呢 像单个字符也可以用双眼号 多个字符也可以用单眼号 这样咱们去处理就可以了 嗯 所以呢 声明字符串必须使用 是吧 声明一个字符串 必须使用单眼号或双眼号 怎么引起来 这是需要呃声明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必须是这样做的 听懂吧 另外这是第一点声明做不错的 第一点应该是 这应该是第二点 第一点咱们记一下就是啊 一个字符 和多个字符 怎么呢 都是字符串 在屁是屁中 对吧 这样手比灵活 然后第三点咱们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如果是在西语言里边 那么对字符串有一个很明确的长度的要求 比如说 X STR 10 那么这个字符串 怎么呢 后边的字符数组 就是只能是10个 多一个不行 少一个不行 那你想用起来是不是就比较麻烦呢 而在咱们P2P里边 字符串是没有长度限制的 你多长都可以 字符串 是没有长度限制 对吧 那没有长度限制呢 那就意味着 空行不行 里边有空格是不是不行 对吧 里边无限长 是不是都可以啊 但是再长的话 你也不要超过 因为它毕竟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装在服务器的内存呢 对不对 所以记住 再长的话 你也不要超过服务器内存 当然了 要超过服务内存 都相当长了 已经处理不过来 对不对 所以咱们平时处理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太长的一些处理 对吧 自乌串的应用呢 是非常广幻的 在咱们后边的程序中 你会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代码 都是由自乌串和数足组成的 那么反过来说 也就是大概有百分之三十 左右的代码 都是在玩自乌串 但是呢 咱们这节课呢 主要说一下 自乌串如何声明 因为咱是刚开始 接触皮尔皮程序 对吧 对于自乌串的以后的 比如说分割 匹配 查找替换 这些动作 咱们将在后边的课程中 向大家详细的一些介绍 所以这几个只是声明 那在使用自乌串的时候呢 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哪些细节呢 比如说 就是这个 在单引号中 怎么的 可以使用双引号 那反过来怎么的 在双引号中 也可以使用什么 单引号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但是第五点要注意 怎么的 在单引号中 怎么的 不能使 不能怎么的 再使用 单引号 在双引号中 不能再使用 怎么 双引号 那这是为什么 没关系 咱们看一下 看啊 在 在 双引号里边 比如这是单引号 对不对 我如果这里边使用一个双引号 在单引号 使用双引号 这是没关系的 对不对 不会发生动作 那如果在单引号里边 再使用单引号 你看 这就会出现问题 和前面咱们讲注释的时候说过 像多行注释里边不能再嵌套一个什么 多行注释 是不是 因为你要再嵌套一个多行注释的话 以这个开始 会认为以这个结束 对吧 是不是这个符号 可以认为 批批批批批批就不认了 他认为是批批批批的语法 但批批批批批批批那还没有 他就出错了吧 那同样 在 注释中不能签套 那单引号也不能签到单引号 你看 这样签套的话 会认为以这个开始 到这结束 是一个完整做事 对不对 这个demo和两个单引号 他就PP语法就不认了 就会报错 那我们看一下报错信息 来我们等一会儿 Test 这题是有一个解析错误 对不对 对吧 提示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是我们这块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同样 如果外层是双眼号 外层是双眼号 里边如果我再签他双眼号 是比出错 同样是报错信息 对不对 只有这样的话 是不是才可以 我们输出了一个 比如说$TR 你看一下 才能是正确的走算 对吧 那如何在 有的时候 比如说外层是双眼号了 里层我就让他显示 单一层想强调 就让他双眼号标记 这样 怎么办 那我们就需要 一个特点 在带眼号双眼号里边 怎么办 可以使用转意字符 这个符号就叫转意字符 后边放的一个符号 就是他能把它转意的东西 知道吗 什么转意呢 通过字一样的分音 改变它本来的意思 对不对 那转意字符呢 咱们会在下两点课里边的时候 咱们会重点的去说一下 那这节课咱们先认识它一下 转意字符可以将没有意义的字符 让它变成有意义的 也可以将有意义的字符 让它变成没意义的字符 比如说双眼号和带眼号是不就有意义的 对吧 它能使生成字符圈有对不对 是一个定届使用的 但是我想它变成没意义的怎么办 直接 对吧 转一下 转一下 它就失去了本身双眼号生存字幕图的作用 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字符 是把它原来一直转为了 对吧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你看 输出的是不是 这是一个DEMO双眼号 而这个字幕图外层是不是双眼号 对吧 所以它可以使用 这个让 单眼号里面欠到单眼号双眼号里面欠到什么 单眼号欠到单眼号双眼号欠到双眼号 是不是就可以实践了 这就是我们 对字符串的一个声明的一个认识 当然了 字符串的信息不是这么多 那么呢 其他的信息呢 咱们会在 下一节课向大家介绍 那这节课呢 咱们总结一下 就需要大家记住这么几点 什么是字符串 字符串如何声明 以及声明字符串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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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